每年阿達月十四日 猶太人都會慶祝普爾節 去紀念反敗為勝的歷史 今期國度一分鐘 和大家一起紀念普爾節 故事記載在以斯貼記 猶太人為了紀念主前四世紀 他們被弄到波斯期間遭遇滅族的威脅 神藉著以斯貼拯救了他們 普爾的希伯來語 源自於古波斯語 意思是抽籤 以斯貼記記載 哈曼以抽籤的認識 定出屠殺猶太人的日子 就是阿達月十三日 究竟當時是怎樣反敗為勝 波斯王阿哈徐老王 立以斯貼為皇后 以斯貼的養父末底改 以信仰為理由 拒絕向大臣哈曼下拜 因此激怒了他 哈曼就設計要在阿達月十三日 屠殺所有猶太人 各地的猶太人都禁食託告 末底改要求以斯貼向王求情 胭脂里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嗎 以斯貼就回應了這個呼召 去見阿哈徐老王 邀請王和哈曼 去以斯貼的研証 以斯貼設現款待阿哈徐老王和哈曼 期間以斯貼向王奏告哈曼的陰謀 阿哈徐老王下令把哈曼掛在木架上 那個原本為末底改而設的行刑工具 於是亞大月十三日 猶太人就殺死那些想謀害他們的敵人 去到亞大月十四日 猶太人切宴歡樂 互送禮物 今日的猶太人會在普爾志前夕 和當日中讀以斯貼記 施予金錢給貧窮人 送食物禮物給至少一個人 也會現樂歡喜 而在這個故事裡 也有一些有趣的小知識 以斯貼記是唯一一卷 沒有出現神的名字的聖經經卷 而以斯貼是波斯的名字 哈大沙才是他的希伯來名稱 末底改是聖經裡第一位被稱為猶太人 之前的猶太人稱為以色列人或希伯來人 猶太人認為阿哈徐老王用了四年時間 去尋找皇后的人選 在選擇以斯貼之前 已經有1400名佳禮落選 在充滿歡樂的普爾志之前 敬虔的猶太人會像以斯貼一樣禁食 讓我們在紀念普爾志的同時 讓神的心意在我們的生命裡反敗為勝 請大家奉獻支持 國度復興部跨平台媒體事工 邀請你來like 或者follow國度復興部的Facebook專頁 讓我們為了神的國度 隨時隨地討告守望